男嘉宾 梅魏26岁 来自广东 是一名助场歌手 女嘉宾 阿董23岁 来自海南 是一名迎宾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好 欢迎老妹 谈了多久恋爱了 谈了一年了 咋认识的呀 我们是在一个活动上认识的 他是歌手 然后我是当时的一个活动的礼仪 被他的歌声吸引 会心情不好 所以我删了 玩了我还删了手机 你当时是小西眼 而且你身边追求者也不少 而且对你也特别好 就像你之前 你那个男闺蜜 可能他俩关系 比我俩关系还要好 你有事跟他说 你都不会跟我说 那你俩现在不也是朋友了吗 我身边所有认识的男生朋友 你也都认识 我也介绍你跟他们认识 那是因为你 我才跟他交朋友 你以为我想跟他交朋友 他对你多好 平时你生病的时候 带你去看病 然后没吃饭 给你送饭 平时你无聊 那为什么你不干呢 因为我工作 经常就会跑嘛 就跑到外地去嘛 就是不会在 就不会留在三样嘛 听明白 那他替你照顾我怎么了 你不应该谢谢他吗 你反过来怪他干嘛呀 他照顾你就好了 还需要我干嘛 我觉得 可是我喜欢你 我自己喜欢你 我不喜欢他 我要跟他在一起的 我早跟他在一起的 为什么 你要你来牵这个红线呢 而且跟你在一起之前 我们一直是好朋友 行 听明白了 真想分 假想分 我其实现在还是 决定不了 其实我就想上来这里 看到这儿 我就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就矫情呗 其实我说实话 我今天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现在 我觉得自己能力 还是有限的 所以我想 就是最近我也在攒钱 就想去进修 对这一方面进行 就是深造一下 多学点东西 然后 他不跟我在一起吗 我觉得现在 如果他跟我在一起的话 一个月我五千块钱 省点的话 最多最多 也就一个月攒一千块钱 那如果他跟着我的话 我深造的钱 我多久才能攒到 而且他跟我也特别辛苦 所以兼职那些的 我觉得我也特别心疼 他不跟你就不辛苦了 是吧 我觉得他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身边追求的他的人 而且条件比我好的人很多 人家就喜欢你 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受这个苦 你说你早点去生造 才能不能不那么虚伪啊 兄弟 我不是虚伪 这现实条件 确实是这样 你爱他吗 什么 你爱他吗 爱 爱他你就娶他呗 怎么了 我可以坦白地说一下 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没有房也没有车 也没有存款 你介意吗 我不介意 OK 你觉得这个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他不介意 他爸妈不会介意吗 当时 当时他妈知道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他妈是怎么说的 你跟妈不是这样的呀 你母亲怎么说的 之前我就和我妈知道我们在一起之后 我妈就反对我们在一起 但是后来我劝我妈 我妈也同意了 我妈现在也没有要求了 只要他疼我就够了 对呀 你看没问题了 他现在他妈可能是同意我俩在一起 可能就是因为我在三亚 如果以后我回家了 或者是就回我家去了 他知道我家里条件不好的话 他肯定不会让你往上去 你往家是哪儿的 要说来说去 在广东合园 现在在三亚是吧 对 在三亚工作 你是三亚人 对 你愿意跟他全国各地漂吗 我愿意 我觉得我不应该当这个罪人 其实我告诉你 你可以这样说 我不爱你了 你离开我 这个你说了不就得了吗 这你能接受吗 就我不爱你 我真的不能跟你在一起 姑娘你接受这个吗 我知道他爱我 你接受这个吗 我不想接受 就因为他对我太好了 所以我不想这么直接的上海 你们俩演武相剧呢 是吧 年轻人别这样 咱们过日子实实在在多好啊 离得开他吗 真离不开啊 兄弟你麻烦了 算了 无所谓了 就跟着吧 你说呢 反正你也爱他 其实我也想 你爱他吗 你爱他吗 我爱他 爱他不就完了吗 其实我也想过 如果他现在跟我走下去的话 你们就走不就完了吗 想那么多干嘛 我们连现在都过不去啊 如果我现在 现在啥事过不去 就我就想出去进修深造嘛 进修啊 深造啊 但如果我现在跟他在一起的话 那得涨几年啊 为什么跟他在一起 人家姑娘也没花你的钱 之前他一直都是这样 就对我好 各种好嘛 然后什么团购那些什么都是 他花的钱 后来我就 我真受不了这样 所以我 我已经跟他 发过很多次这个脾气了 他给你花钱 你还发脾气 我觉得这样 不是一个男人 应该这么做的事情 为什么男人 应该怎么做呢 男人应该有担当 但你的担当 就是好好爱他 不就得了吗 姑娘你是要这个吧 你不在乎什么钱呢 不在乎 什么房啊 什么车呀 你是不是觉得 跟他睡马路边 你都特开心 我愿意 你觉得可能 可能睡马路边吗 你可能只有爱 你没有面包吗 不可能 你们俩现在不就 没睡马路边吗 就跟你说过势力吧 然后他本来 他脸上就容易过敏嘛 就每次一过敏的话 都要花一千多去打针 就是因为这些事 我就跟他说 咱俩一直这样的话 我 就是说我一直拿 就拿这点工资的话 以后咱俩要是 有什么差错 或者是说 咱们亲人 又出了什么事 咱们一点积蓄都没有 所以你是在嫌弃 我有病吗 对对对对 这个反应是对的 姑娘你终于反应过来了 我跟你说的重点 不是这个 不是说你有病 那是什么 不是说现实的问题 不是你现实有啥问题 你直接说孩子 我还是担心的 就是可能他不了解我 我也有跟他说过 我一直以来 我都是一个人 就我爸妈 他也不怎么管我 从初中的时候 他就一直就是 放任我一个人 我喜欢这个东西 我也是自己 就自己来 然后去找老师学 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然后我觉得像这些苦 他不懂 这有啥苦的 他整天都在想象 不过这我也不懂 这有啥苦的 一个人坐火车 三十多小时考试 硬坐 我们读大学那会儿 四十八个小时硬坐 还站着呢 没觉得苦啊 求学有什么 可能 对 可能他跟着我的话 我觉得 我真的没有能力 去照顾好他 而且我还要追求 我的音乐 行行 你就说我要追求音乐 我不要你了 不就完了吗 你那么矫情 我有跟他说过这个事 可是我觉得音乐和我在一起并不冲突啊 行 三位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别拿音乐来说事 也别拿梦想来说事 你就是觉得 这个女孩 是你成功路上的一个负类 因为她 我攒不下钱来 因为她温柔香 我可能不那么奋斗 因为她 我可能不能随 说走就走 远赴他乡 继续深造 她是你所谓的成功梦想上的一个绊脚石 虽然这块绊脚石 美丽又温柔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觉得 好男人志在四方 我是要成大名的人 一个不懂得珍惜爱的人 是没有可能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 别拿什么什么梦想说事 你就是觉得她是一个负担 是一个负类 也别老随张嘴就说 我爱你 我爱你 显得自己有多么悲情 辛苦就辛苦 年轻人就应该辛苦 没有辛苦就没有成功 这会儿不辛苦 什么时候辛苦 对啊 但是辛苦 和得到一份珍贵的爱情之间 没有矛盾 对吗 我不觉得她爱你 她真的爱你 或者说 对于她来说 你的这份爱情比不上 她所想要的成功 我最瞧不起那种 打着成功的名义 伤害自己家人和爱人的人 我挺替这女孩不值的 你这不是今天来提分手的吗 对吧 你就是为她跟分手 是吧 不拖累她 对不对 待会儿这门打开 你千万别出来 你像个男人一样 说到做到 音乐 和女友 选谁 我之前这个事 我一跟她说过 你就直接回答我 选谁 音乐 肯定 谢谢你的坦诚 当一个人不能承受 另一方对她的无私 无追求 无回报的那种爱的时候 唯一的解释就是 你不够爱这个人 你对她的爱不完整 我不能说你完全不爱你 至少她不是你的罪 她不是你唯一的爱 如果真是她非常的爱你的话 你说你脸上过敏 很严重 她都不知道医生怎么说的 应该怎么办 医生都说查不了 而你关心的只是什么呢 那个医药费 女孩管你要过什么物质上的任何东西吗 没有 但你要给 你能给得了吗 何必这么虚荣 一定要所有人都觉得你最棒 你能给你的爱人最好的那种享受 可以吗 就连吃一顿饭 你就让她去团购了 你都觉得没面子 何必啊 说你虚伪 既然真是 她不是你的罪爱 也不是你的唯一之爱 跟她说清楚 不要找借口 这个男生说的所有的话 类似于 我爱你 但我不能给你幸福 我要追求我的梦想 但我可能会耽误了你的现在 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的 一句潜台词就是 你爱我 跟我走 如果有一天我们落魄 记住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我没有责任 翻译一下就是 你爱我与我无关 很显然 这个男生 要把你所有的念想 都掐在他自己的手里 牵着你的鼻子跑 如果你就此跟了他 你也许永远像今天在台上 这样的愁容满面 你将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 我告诉你 如果他成了 不是你的贡献 那是他自己的本事 如果他没成 你活该 而且你还很有可能成为 拖累了他的主要因素 你看 我本来能成功的 我有创作的源泉 就是你给了我无尽的生活的压力 导致到我现在 财思枯竭 如果没有你 我只不准能够在江湖上 在音乐的领地里面 创出一番成绩 所以说你怎么你都不会落好 所以今天你学学他 你也以退为进 你也欲擒故纵 我想出来 我今天就不出来 你试试 保准奏效 就这样 好了 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年 我们在一起 来来来 站这 按节目的规则 面对镜头 跟他说再见 说嘛 说嘛 你去追求你的音乐吧 我愿意等你 不管五年还是四年 我都愿意等你 还有要跟他说的吗 还有吗 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您请回吧 往哪走呀 真是 对他来说 这男生走了 还真没路了 你自己挑吧 我哪知道往哪走 你看能从哪走 这不是走得好得很吗